近三年已拍完,但有可能无法播出的电视剧 这两天,庆余年里的太子饰演者张浩为 被人爆出来了微信聊天和语音内容 涉及他的税务问题和要开清楼的想法 当然,以现在的剪辑和AI语音训练技术 这些所谓的爆料,造假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而张浩为也已报警 在警方没有核实或者原材料曝光之前 我觉得还是持保留态度为好 但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 庆余年这第三部铁定要废太子了 那还有网友担心庆余年一二部也会被他牵连下架 根据以往类似事件 我觉得这倒不至于他又不是主演 其实现在气得半夜睡不着的人 大概就是他所有带播剧的资方了 谭剑刺的爱情有烟火和谭松韵的属警人家呀 是的,他都有出演 而且戏份可都不少 无论张浩为是否清白 在警方没有核实之前 这两部怕是都要延后了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 近三年那些因为一人税务问题 拍完却有可能积压的电视剧吧 第一部 爱情有烟火2023年7月就杀青了 主演,谭剑刺,王楚然,李乃文是男二 刘瑞玲也有出演 主要讲述了在投行背景下 谭剑刺扮演的隐形富豪李一飞 和王楚然扮演的打工人 前飞先居后爱 鸡飞狗跳的成长爱情故事 张浩为在这部剧中 扮演的是男三汪若海 女主前飞的前男友 因为受到了总裁千金的青睐 选择和辛辛苦苦攒钱买婚房的前女友分手 渣男一眉呀 而且两人还都是投行的同事 所以戏根不会少 希望她没事啊 否则这要是换脸或者换人重拍 都是要时间和金钱啊 其他演员的粉丝们估计要郁闷死了 第二部 《赎锦人家》 杀青日期2024年1月 谭松韵 郑叶成 金超领衔主演 讲述了以唐代一周幻花染房的小姐基因英 凌威寿命学的家族染色秘方 将赎锦发扬光大 传播海外最终被大唐封为孜然史的传奇故事 张浩为在这部剧中的戏份同样不少 他扮演的是男三赵修园 赎锦赵家二郎 与姬英英青梅竹马 感情甚深 但由于赵老太爷的干预 为了赢得锦王 赢取了牛五娘 自此与姬英英感情破裂 但却因爱生恨 令季家处处受阻 这部剧是2024优酷的古装重点项目 因为谭松韵的加盟 期待这部剧的网友可不少啊 据说下个月就要台网双播了 结果闹出这样的风波 且看剧方如何挽救了 第三部 《无忧度》2022年11月官宣杀青 这是宋祖儿与任嘉伦搭档的 一部悬疑奇幻剧 是爱奇艺的重点项目 讲述神秘的捉妖师 宣夜遇上少女伴下 二人与人妖共存的世界 共立齐情悬案的浪漫爱情故事 分为六个智怪单元 有那种奇幻聊斋的味道 关键这部剧的导演是林玉芬 她可是先后打造了 微微一笑很倾城 花千古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 一众大爆剧 不仅对作品的质量 有着极高的保障 而且在画质画风的唯美度 以及最终呈现上 也有着极高的艺术水准 男主任嘉伦也是极其看好这部剧 为了参与足足等了一年的时间 但可惜的是 这部剧的女主宋祖儿 在2023年8月 被前公司人员实名举报 其涉嫌偷税漏税高达4500万元 税务总局已对其开展全面急查 虽然直到现在 也没有一个具体的通报结果 但这部剧 也就这样被积压下来了 而宋祖儿同心出道 受重广 长相很是清纯动人 就在前两年受到各大资方看好 主演的项目 均是各大平台的S家 几乎是95小花第一人 她为肉眼可见的飞升 如果此次税务事件属实 宋祖儿的星图大概率 将戛然而止 第四部 折腰 杀青日期2023年5月 同样 这是宋祖儿与刘雨宁 搭档一部古装爱情剧 是腾讯视频S家项目 聪慧机敏西家国的 乔家女郎小乔 与有勇有谋的 魏家主公魏少联英 其初二人 因祖被恩怨有所隔阂 过着相互试探 与攻守的婚后日常 最终在相处中 见生情愫的故事 这部剧幅画到精美 演员阵容也很强大 参考星汉灿烂的投入 这部作品可以说 决定着刘雨宁 能否真正成为 古偶大咖的重要作品了 如此这般 飞升估计要等下一步了 第五部 艰难的制造 2023年7月杀青 同样还是宋祖儿的剧 这次是搭档张星成主演 讲述中国机械制造业 发展腾飞的故事 要知道 这部剧可是正午阳光 2023年的重点项目 众多戏骨大咖加盟的证据 整部剧的年代感 励志感 以及故事性都非常强 话说 张星成有演技 有长相 有资源 结果是好几部 有质感的戏都播出艰难 2020年单改剧火的时候 他的光冤的 却没来得及播 压了几年 姗姗改改 2023年好不容易播了 结果空降八级 就被下架了 2021年姐弟恋火的时候 他的《危暗之火》早拍好了 还是带悬疑色彩的 可惜就是不过神 又是姗姗俭俭 等播出的时候 都2024年了 这次艰难的制作 那可是小生小花们 人人艳羡的大饼啊 结果又是这样 爆火怎么这么难 第六部 《落花时节又逢君》 2021年9月杀青 这是刘学艺 袁冰岩领衔主演的 古装仙侠剧 讲述了上神锦绣 玉度一朵 茶花小妖红宁成仙 结果却被小妖改变 这部剧当时也是一部热度非常高的仙侠剧 但是女主袁冰岩 2022年6月 却因公司账务问题 逃税163万元被调查 最终被罚款97.8万元 虽然这个数额与其他明星相比不值一提 但对于他个人来说 却让他的演艺事业陷入低谷 而男主刘学艺出道至今多演配角 本来他与袁冰岩两人都通过流离爆火 趁热敢拍了这部剧也是希望事业更进一步 结果一积压就是好几年 好在有言有演技的他还是大有机会 今年倒也凭这一部花间令 小小出圈了一下 第七部 《倾城一清欢》 这部剧2022年3月杀青 这又是袁冰岩和钟汉良主演的一部古装田宠剧 讲述了全清天下的北木战神九王爷 和平行时空穿越而来的社畜实习一声爱清欢 出生入死相爱相杀的故事 这部剧2022年刚杀青 也是传出了多次定当的消息 但是按照内娱政策和风向来看 短时间内很难啊 第八部 《夜旅人》 2021年11月杀青 这是妮妮和邓伦主演的一部双时空穿越剧 讲述1936年与2016年的时空 交错于上海的一幢699号老公寓 随着宗英与盛青让往返于两个时代 两个对待感情克制的人最终成为了恋人 这部剧也是很可惜 无论是放出预告的质感 还是故事都非常吸引人 可惜也是因为男主邓伦的税务事件积压了下来 其实对于任嘉伦 刘雨宁 妮妮这些已经尚未的知名演员来说 一部剧的积压 对他们的影响还是有限的 真正受冲击的 却是那些资源并不多的小配角们 他们中的大多数 其实很少能碰上像无忧度 夜旅人 折腰这种有可能出圈的大制作啊 对他们来说压波一部大制作 就相当于改变了他们的演艺事业啊 好啦 这里是文weekly 我们下期见